对于开国元帅 毛主席对他们都是有着很高的评价 但是能够让毛主席一再称为好人的 只有徐向前一人 为什么毛主席会称赞他是好人呢 他究竟好在哪呢 其实徐向前之所以能够得到毛主席这样的评价 与他本身高超的军事才能 以及贡献和多次关键时刻 做出正确选择的这个行为分不开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这位元帅的经历就知道了 徐向前虽然外表长得很儒雅 但是打起仗来却很硬气 每次打仗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从来不畏惧生死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 他带出来的红丝方面军 也一向是擅长打恶仗打硬仗 像是在1948年的临焚战役当中 面对难以攻下的城墙 徐向前指挥战士们挖出了多条爆破坑道 在伤亡比较大的情况下 依旧是坚持完成了战斗 最终攻下了领分 其次徐向前还很会带兵 他擅长在短时间之内 将素质比较差的地方的部队 训练成素质比较高的劲率 比如说他在鳄鱼晚的两年多的时间里 就把300多人的农民武装队伍 发展成了有4万多人的红四方面军 还曾经将禁忌鲁域的地方部队 给集合在一起 编成了华北第一兵团等等等等 另外徐向前的指挥能力很强 在红军时期 他不但是最年轻的方面军总指挥 还是第一个带领部队 歼灭了国民党一个整尸的人 他曾经带领着8万人的队伍 击溃了20万人敌军 并且他还是第一个指挥过飞机的将领 在中东的将领当中 属他指挥过的部队数量最多了 除此之外 徐向前不但在军队当中 一直担任着重要的职位 还是唯一一个 能够把军中三大最高的军职 都当过一遍的军人 在他手下培养起来的干部人才 那也是比较多 像李先念 陈希莲等等等等 其实徐向前的好 除了体现在他个人能力方面比较强之外 还做出过许多贡献 还体现在多次在观念的时刻 他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像是徐向前第一次做出正确选择 是在1925年的大革命末期 当时的徐向前来到了国民二军之后 他发现里面存在很多问题 后来在国民革命军初 是北伐攻下武汉之后 他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比 还是共产党比较好 于是他就在1927年 正式加入到了共产党的队伍当中 除了这次重大的选择之外 第二次选择发生在1935年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 当时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总指挥 当张国焘反对北上抗日想要分裂红军的阴谋 给暴露之后 红一方面军独自北上还放了警戒哨 当红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得到消息之后 就询问徐向前要不要打的时候 徐向前坚决表明了红军不打自己人 他在关键的时候既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也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所以徐向前能够得到毛主席的超高的评价 那是实至名归的 他为了革命事业冲锋陷阵 用尽毕生经历的精神 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他人生的十字路口 能够坚定自己的内心 做出明知选择的行为 更是值得我们去接见 感谢老一辈革命先烈的付出 也感谢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牙 好了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我是一凡 下期再见